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情换发型的小姐姐林佳 开玩笑 那么现在到了年底了 我们这一期的占卜主题是 到了年底清算的时刻 我今年的个人成长得到了 什么样的一个提升呢 我们这里有选用到 一金卡天使卡然后天使塔罗 然后有扬声大师神域卡 就是不仅就是有看一下你到现在的一个成长的一个 相当于考试 你这个考试考了多少分这样 然后还有各位老师对你的提点和一些指示吧 嗯 然后这里是三三个三个选项 帮助选的小五件 这一一二三 上次有小朋友说 UP的手能不能放开 影响选牌 我现在手都不敢往前放了 呃 就是一二三嘛 第一个是真的真的要原谅我好吗 男孩子请一定要原谅我 因为我真的只有女生用的东西 这三个是口红UP 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 之前还有什么项链之类的 什么小物件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喜欢收藏这些东西的人 然后能够选的 我都已经用尽了 然后现在是呃 对大家就看这三个 这三个小物件选择一组吧 嗯但是尽量还是 还是看牌选 看牌选是最好的 嗯看你那个感应强的牌 然后我们还是可以老规矩先 深呼吸三次 感受气体 从鼻腔进入 从脚底出去 然后呼气的时候 再从脚底从头顶呼出来 三次 然后睁开眼睛 选择属于你的那一组牌 好我们现在来解第一组牌 选到这个405红管口红的 这是一张一金卡 能看清楚吗 这是一张 第十二卦 天地皮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抽到这一张啊 天地皮皮卦 它跟泰卦刚好是相反的 阳气上升阴气下降之间不交融 就是不会产生什么连 就是不会产生什么连接 然后 不会产生什么连接 嗯 就此时一进不移动 你看这个上面它也有画 这是阳气往上升 阴气往下降之间彼此不交融 嗯 然后我们来先先来看一下 先不管这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今年得到了什么样的提升啊 嗯 今年一年都要完了 皇帝 皇帝牌 圣杯二小恋人牌 说是不是要订婚了 圣杯王牌 哎我觉得这一组的小朋友真的很有可能是你们的感情 因为圣杯二先出来圣杯王牌后出来 我觉得你们你们你们的感情有可能是今年真的是有 就是已经比较稳定的发展 然后现在又要开始进行步入到一个新阶段 很有可能就是订婚了 那如果说是在暧昧的话 现在有可能是要 就不是现在 就是有可能是之前有一段 呃 比较就暧昧的关系 然后终于确定下来了 哎力量牌 恭喜你们获得了力量 力 火之国王 权权国王 哇你们第一组的能量 就是你们第一组真的是很有领导力的一组牌哦 那我觉得从这个牌上来看 首先你们在职场上的话 你们一些人可能是有升职的 对就是你们的那个能力得到了认可 然后不仅是那那你要升职的话 肯定是不仅你的上级要认可 下级也是要认可 然后你的同事之间 你的那个感就是同事之间的关系 人际关系什么的你也是处理的相当好的 就我觉得人际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 就是还还算是一个蛮棘手的一个问题吧 因为人有多种有千种但是你只有一个性格 你要以你自己去和所有的人去应对所有的人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就是那种能够在同事之间很吃得开的人 我非常的佩服他们 然后从这个综合这两张大牌皇帝和力量来看的话 我觉得你而且就是首先是你获得了自己 你向内走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状态 你今年你今年应该是经过了一些 经过了一些情感的考验吧 然后往内走了 然后你获得了力量 就是这个力量牌它出现 它和这个权杖国王结合的话 我是觉得你肯定是 你应该是本身就是一个在外在 就是比较有能力的人 但是我觉得结合前面两张水元素的牌的话 你应该是今年 你是新获得了情感 从情感流通上获得了力量 获得了一种关于内在的力量 嗯 然后就是 这种力量让你 让你找到了自己的边界感 找到了自己的疆土 对 然后同时它又反向的 同时它又它又反向的 让你更加的 就是让你的情感流通 让你跟别人的情感流通 会更加的顺畅 对 然后就是 做事情什么的 也会 也会就是如虎添翼这样 对 你是一个很有领导力的人 然后你的才能 你的各种能力也得到了认可 得到了赏识 然后那这样综合这个来看 我觉得这个 皮挂的出现 它就是提醒你 你现在要进入一个 平和一点的状态 现在是要 就是 它是提醒你 现在是要再 就是进入到一个平和的状态了 因为这个皮挂呢 它就是 事情它已经走到了极盛的时候 再走的话 就是走下坡路了 就是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的 小秘义卡里面的10号 比如说圣碑石全杖石 从10号牌开始就是往下走 对就是 如果当你抽到10号牌的话 就 就是相当于是 我今天这两天 我还一直在想一句话 越满 越满则易 越银则易 越满则易 水满则易 好了好了 就这个意思 然后 对 然后就是说 你现在应该是走到了 极盛的一个时期了 然后 就是也不建议你 再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了 如果再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的话 因为这个匹挂管在这里 匹挂管在这里 就是可能会得到失利 匹挂出来的话 就是 很多事情它都不适宜 就是适宜 移进不移动 但是它有一点好 就是你可以求财 但是也是一个长线的投资 不过肯定是会获利的 抽到这个挂的话 是会获利的 匹极泰来嘛 它也有匹极泰来的意思 那好 如果说你现在在看我这个视频 然后你说你说不准 我现在非常的背 我根本就不好 那好 那我也要告诉你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刚好应了这个挂 从现在开始你的运气就会往上涨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是 第一组的小伙伴 你们的潜意识里 有什么样的阴暗面呢 这个是我们用的是神秘星期一 这个卡 这是一个小姐姐送给我的 我也很喜欢这一幅拍 嗯 心必似逆位 权杖二正位 愚人正位 那我觉得其实第一组的小伙伴哦 我觉得你们其实是一个蛮善良的人 然后你们 你们也是那种 比天性比较乐观的那种人 愚人派出现 你们其实天性就很乐观 嗯然后但是你们就是有一些缺点 就是他虽然说愚人嘛 他虽然说他很乐观 但是他也同时代表了 一个婴儿时期 就有点像白羊座 对不起白羊座 我真的我没有的黑你们 只是说白羊座 这个第一公他所代表的 就是婴儿刚出生的那个状态 就是有一点做事情 冲动 不会 不会想太多 但是这个权杖二呢 他又是一个选择拍 又是在自己又想 就是优柔寡断 就是我觉得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逆位的心必四 逆位的心必四 就是有一点退缩 其实四排就对应了这个皇帝 也是四排嘛 就是这个心必四也是四排 那他这样子的话 其实可以 可以这样对应 放在皇帝这里对应 也许可以说是你表面上是这样一个 然后但是你其实你在这方面是有害怕的 那心必排的话 就代表可能你在金钱上是有所担忧的 而且你可能就是很不愿意相信 你不相信你自己能赚到钱 或者是有一种不值得不配得的感觉 就是你的那个在你的价值观 深层价值观里面 是有一个这样的 然后 就是在占星学上来说 越射手 它是很容易有一种假乐观的现象 就是自己不停不停的告诉自己 啊这件事情很好 这件事情很好 就是有一点点自欺欺人 那我觉得 我觉得你的那个潜意识的 潜意识的 潜意识的阴暗处 阴暗处 就有可能是容易自欺欺人 容易 瞻前顾后 優柔寡断 然后遇到事情容易退缩 对 但是其实这个和你的全帐国王和力量 都是相 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点相悖的 相悖的 那但是说就是潜意识和闲意识是互为阴阳两面 我们也不是说它不好 没有不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水晶天使卡给你的提示是你是一颗钻石 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你有一种不配得的感觉 然后现在天使马上就告诉你你是配得的 你是一颗钻石 钻石 你钻石你都不配得了 还有谁配啊 嗯 就是你是非常坚硬的 然后也是一个拥有一个很很公正的内心 就是可能我觉得就是有这个钻石 钻石的这个朋友就是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 西慕容有一首诗是人们只看到 哎不是西慕容的 是不是西慕容的 就是人们只看到花儿绽放时的椒艳 但是却忽略了它背后的生长时的血泪 就是我觉得第一组的小朋友有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 其实你们真的很拼 然后但是你们你们自己的内在也是有 你们本来是一个很乐天派的人 然后也是一个很 就是很可爱很善良 其实内心蛮柔软的一个人 也挺于事无争的 但是你们表现出来 就是可能人家觉得你们很有领导能力啊 你们很有什么什么能力啊 就觉得哦你既然有这个能力 你就应该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说白了就是说你有这个能力嘛 你就应该拿给大家所用 但是他没有想过 比如说一个人他唱歌唱得很好 那你就该去当歌星 你就该唱给别人听 但是凭什么呀是吧 然后就是我觉得你们 然后反而就是做的越多的人 越容易错呀是吧 然后你就会觉得天哪 那我这何苦来 就会给人一种 会给你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会觉得自己真的是 就好心当成驴肝肺背这样子 但是但是但是 但是上天是知道的 人在做天在看 他是知道的 他上天是知道你是一颗钻石 你是一个拥有非常美好内在的 而且他也没有忽视掉你 没有忽视掉你成长的一个 一个付出一个努力 你所经历的上天都是看在眼里的 哎说白了这都是上天安排的戏嘛 都是我们自己灵魂安排的 都是知道的 对 你是上天最爱的孩子 他告诉你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佛陀智慧卡 其实这一套卡我买来没有多久 本来太敢用 因为我总 我总觉得我怕我念不好英文 然后就亵渎神明 但是今天总有一种感觉 要抽它 然后我就抽了 这个是巨皮罗 是北方天王 在佛教里面有四天王天 他们是他四天王天的话 就是道教和基督教里面 他们都有不同的说法 这个我就不说 对我对佛教了解一点 就他四天王天呢 他就是掌管我们人世间 所有的种种因果呀 种种业力呀 然后各种各样的 你去你去拜四天王啊 就就都行的这种 然后他是北方天王 巨皮罗 他是什么呢 他在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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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印度教里面是他们的福神 是他们的财神 记不记得我刚刚说 你们可以去投资 财神出现了 他告诉你们 你们可以去投资哦 就我觉得第一组小伙伴 可以去试一下 因为你现在一进步一动 你虽然是一个钻石 但是那你能怎么样呢 你还 你还是 你虽然说你是一个钻石吧 你也 你现在也不能跳出来 你就说我要去切割这个 切割那个 现在你就是只能乖乖的自己待着 然后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因为其实主要是你都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再做就由胜转摔了 但是可以去投资 就给你们找了一点事情做 其实你们本身不是一个很喜欢动的人 不是一个很喜欢把能量往外撒的人 所以这可能也是提醒你们 到了该做自己的时候了 好 天使 天使 天使印记卡 4号卡 看得清楚吗 我怎么觉得有点看不清楚 这样子看得清楚吗 这些人 比喻 药马尼 和平 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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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卡 这个也是对应的 就是你现在要在一个和谐的状态 那这个和谐呢 可能是和自然的相处 可能是和自己的相处 可能是和家人的相处 但是今年过年过得特别早 下个月就过年了 嗯 就是可能到了 该和自己好好相处一下的 和家人好好相处 和往内收的一个 一个阶段了 啊 然后完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爱的序语卡 这个是一个 教我们做人的卡 嘿好好笑 他叫 他叫你保持信心 叫你保持信心 难道是因为我刚刚抽到这张卡 那个天天地皮 然后 打击到你们了吗 那或者说是 有可能 那有可能是你们 之间的一些人 有可能是还没有达到上面这几张大牌的一个阶段 一个状态 嗯 但是他叫你保持信心 那我就跟你们说 所以如果说 呃 如果说就像我刚刚说的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升职了 或者是一个非常有领导力的人 你的所有的能力得到了认可 如果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像我说的这样 他叫你们保持信心 那在不久的将来 这个皮挂的意思就是皮疾太来 你们在不久的将来 你们付出的一切努力 一定一定会有收获的 你什么都可以不信 不能相信 不能不相信我们的老祖宗啊 然后看一下神域卡 持久保持 持久性 嗯 也是相当于是一个静的 静的 静的 一个状态 就是 那她 那她的意思可能就是说 这些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你要 你要 你要长久的 你要你要持久的去 持有 持有 持有一只股票 嗯 对 就是 像上面的这些 包括你的课题啊 或者是 你要提升的一些 卡点 就是 你要保持一个信心 相信自己未来 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 嗯 那我觉得其实这一副牌 这一副牌卡下来的话 我觉得你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 就是你们 如果说你们现在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 但是 但是上天都是 都是觉得你 上天觉得你是很OK的 所以说她就 她就给你安排了这样 这样一个状态 就 然后还有就是 有一种 大有一种 哎 虽然说你现在 感觉不怎么样 但是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去 图个姿啊 李克才啊之类的 这就不是我说的 上天这样 就感觉这一套牌想要告诉你的是这样子 就 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我现在都已经 都已经 就很不怎么样了 你还有闲情一直叫我去投个姿李克才啊 那就是说明你们完全hold得住这样的一种状况 嗯 对 好 那我们第一组的节牌就到这里 嗯 谢谢第一组小伙伴 好 我们现在来解第二组 选择这个粉胖丁的小朋友 先来看一下易经 第三卦 水雷屯 屯 屯卦 它是一个 它跟刚刚那个还不一样 刚刚那个是 体挂 它是一进不一动 那你这个呢 你是可以有一点小动作的啦 但是你是一个受困的一个状态 你如果说一个什么动作都没有的话 那你不是 依然得困在里面吗 你还是可以有点小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挂像出现的解释 平衡 节制 你的一个课题 节制 编号 盛杯 水之适者 盛杯 盛杯 盛杯士同 心碧十 完整 大利 熊碧 王牌 保健吧 那我觉得我看一下你的这个课题 我有一种 你的这个课题 你要说完成了呢 你在事业上或者金钱物质上的 那个课题肯定是完成的 对因为你现在已经有 就是能够找到那种生活的小确幸了 能够体验到 就是能够比较经常的体验到 一种脚踏实地的一种 就从生活中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了 就不像有的人 他还是漂浮在空中的 而且你 而且你就是可能在你的那个金钱上面 你现在也已经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去赚钱呀 或者怎么样去给到自己一种物质方面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保健吧和一个圣杯适从的 同时的出现 还有一个节制牌的出现 节制牌是一个平衡 那就说明可能 你虽然说在这一方面有成功 但是在这一方面你是有缺失 因为那个圣杯适从 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情感 情感的新开始 那我们也可以说成是 我自己感觉你是 你是开始去学习 开始去学习如何跟别人进行情感交流 我觉得是这样子 你有可能之前是一直在一个情感受困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并且你这个还是自己困住了自己的双眼 自己蒙蔽了自己的双眼 然后就是很有可能我们是 情感受伤 然后寄情于工作 企图借此来忘却感情的烦恼 但实际上是不行的 对但是你现在应该是已经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要不然它不会出现 要不然可能是更加 更加严厉的牌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你潜意识有没有什么解释 你的潜意识 你的相对阴暗面 圣杯九逆位 圣杯六逆位 你有童年意义童年创伤 导致你的情感关系可能不是很顺遂 心碧七正位 确实我那我觉得我刚刚说的是没有错的 你确实你在事业上你是已经找到了你的方向 但是你是在事业上你是有一种觉得天上没有掉馅饼的 然后你觉得自己其实蛮孤单的 你是你感觉感觉是没有人可以帮到你 只有自己给造自己 然后结合你前面这两张牌 你可能随时随地会有一种很孤单很孤独的感觉 因为你觉得自己很孤单吗 你觉得没有人可以帮到你吗 做什么都只能自己来 其实这个是果这前面的才是因 你的情感是不满足的 你的情感是没有得到满足的 那么在我们人的一生中呢 我们首先最重要的 第一个是生存的基本满足 第二个是我们的情感流通的满足 第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我看你这样拍你 你应该是生存 生存应该是没有什么生存 就小的时候 我们在婴儿的时期 一般我们的生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父母 一般情况下来说 就是因为父母嘛 还是有什么就是能够给你的 都给到你最好在物质上面 但是情感的话 我觉得你是非常非常的缺失的 那然后这个上面这个牌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现在 因为你看你的事业 其实已经蛮成功了 那我觉得你可能是现在已经 有进入了一段新关系 你的生命中可能有出现了别人 就是有出 不是别人 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人 那但是因为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 情感创伤 情感创伤不是说 不是说什么过去的 谈恋爱受的伤或者怎么样 就很有可能是 最有可能是 童年的时候 你比如说你跟大人表达情感 然后大人非常的不耐烦这样 然后 就会给你幼小的阴影留下 磨灭不去的伤痕 很多人的那个 原生家庭创伤就这么来的 在父母不经意的一个小小的事情里面 我们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然后长大以后 他们还不承认 其实他们是忘了 他们真的忘了 但我觉得他们 就是父母小时候肯定是比我们小时候更惨 对 那我觉得就是你的那个课题 有可能就是情感的课题 可能 你到现在可能才刚刚开始要去过 才去面对 你以前可能是选择逃避的一个 一个 一个方式去面对你自己的情感 那我觉得选择这一组牌的小朋友 可能 你们内心的那个阳刚能量是比较强的 所以你看这里 我们的挂 我们的挂出现 它也是在提醒你 上砍下 上砍下阵 一个水 一个木 就是它都 对 一个水 一个木 对 它都没有出现火 没有出现其他 没有出现钱 这种 也就是提醒你要找回自己平衡 找回你自己的阴性能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水晶天使卡 青金石 你生命中的一切经验 都会成为你的财富 宝剑峰从磨砺出 其实我觉得可能你们真的是有经历了你们生活中某一个方面的严冬吧 也有可能现在都还没有出来呢 但是天使他有提醒你宝剑峰从磨砺出就是你生活中的一切经验都将成为你宝贵的财富 他会他会带给你其实他他不仅是带给你当下的一些经验他更是带给你以后你的人生路中就是你也他知道你以后需要什么你现在可能自己是不知道但他知道 就所以说现在给你送来了这些课题让你学习 然后就是让你背公式 然后你到以后遇到那些事情你才知道应该怎么办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天使印记卡 三十八号 三十八号 看一下 三十八号是 净化 你现在已经准备好放掉那些 对你不再有帮助的情况的 能量了 对 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放下了 对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你自己是否在转变 但是你确实是正在进行一个突破自己困境或者限制性思维的一个这样这样一这样一个行动 你现在已经在进行 对你现在已经在突破了 这个你看这个独角兽他出来了 虽然说之前是在一个受困的状态 但是现在 现在你出来了 有可能你还没有出来 但是你会出来的 对 然后这也是你的一些教训吧 也是你的一些教训 经验教训 学到就好 对以后的人生是有帮助的 然后来看一下佛陀智慧牌 红色空行母 红色空行母 这一位菩萨呢 他是在藏传佛教里面和医药相关的 就像我们的药师佛一样 对 但是他是空行母 我觉得这张牌的出现 他出现在这里 他不是要提醒你什么 而是觉得这位菩萨 他已经出现在了你们的生活中 他就是自己自然而然 因为佛和菩萨他们其实都是 就很仁慈的 有慈悲心的 然后他是来 他来帮助你 就他他自己应该已经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在帮助你了 嗯 就是你不要问我们这么多人他怎么知道 他们什么都知道 然后他们也能够做到很多 比如说 一个人就他们什么 一个人分成多少多少个 一个人可以化身一座城池的人啊 这样就都是没有问题的 天人天人天使他们都可以做到很多很多 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是 更不要说佛和菩萨 对 然后看一下 爱的尼南 把握爱的机会 哇 把握爱的机会 那我觉得你的生命中应该可能真的有 有出现一个 有出现一个新的人了 嗯 这个人可能是比你要年轻一点的 嗯 但是对 这里因为你的那个潜意识 你的潜意识卡里面有 两张水元素 逆位 就是你在这个上面的挑战还挺大的 他既然叫你把握爱的机会 你看下面说是从我们开始去爱的那一刻 生命就彻底改变了 在这个牌面上呢 是两个人一起乘着一艘船 然后驶向了 驶出了一个山洞 然后外面是光光明的星空 星球 就是我觉得这样牌给我的感觉是要多给予信任 然后还有就是不要去退缩 不要 不要 不要退缩 看清楚你现在目前 目前所处的一个境况 然后采取必要的行动 把握机会 然后 扬声大师神域卡 Go Now Go Now I N G 零在活在当下 那你们是不是那种很容易想很多的人 因为你们很孤单嘛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没有人可以帮到你们 没有人信任你们 你们也不信任任何他人 不信任任何他人 但是你们 但是天使也有说到你们现在已经在开始做改变了 所以说我还是相信你们这一组 对 这个水雷屯挂 虽然说它是这个水雷屯挂 但是 它也是有告诉你们 只要坚持 只要保持信心 就 一切都会有好转 一切都会像你想的那样 去实现 对 这个其实跟刚刚第一组的结束是一样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 试试就是这样 不管现在有多好 不管现在有多坏 但反正好不过那个好 坏不过那个坏 就一切都是在一定 区间范围内发生的 好 然后我们祝福第二组的小朋友 好 我们现在来解那个选择了第三组麦克口红的小朋友们 照例首先是一金卡 续为风 续挂 这挂是挺好的 风嘛 就代表亨通 那个他的那个挂词是什么 叫什么 什么 优历 什么 历见大人 反正就是 就是顺利嘛 反正就是一些小事情就是他会顺利的意思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选 选到第三组的人 你们 你们的课题可能是已经过了 可能是已经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 塔罗 哇 保健七 保健七 你们的课题里面有欺骗 不中 和背地里进行的事情 哎 辛苦了 辛苦了 保健二 因为这个 你们还自欺欺人吗 假装没有问题 圣杯四 还陷在这个局面里面 不愿意出去 舒适区 圣杯四 圣杯四就是舒适区 全账八 遇到事情遇到问题呢 有非常快的做决定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 莽撞 然后或者是说想 很多事情想要一步到位这样 就是我觉得 想法是有一点 鲁莽 有一点鲁莽 保健五 不明智的选择 那结合这个牌来看 然后但是你们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序挂 我觉得 首先要跟第三组的小伙伴说一声 你们辛苦了 你们辛苦了 我也选第三组 我自己也辛苦了 这一年以来你们到底是过了什么日子呀 我觉得 前两组 前两组牌其实我觉得都还算是蛮好的 第三组牌让我真的觉得你们 你们今年真的是 其实我不想说你们有人被劈腿吗 就我觉得很多事情的发生 其实 就我们其实都知道很多事情的发生 百因必有果 但是 但是 当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那个事情让我们难过 让我们伤心的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是不愿意去面对的 但是我觉得还好的是你现在应该已经过了 对你 你如果说没有过的话 这个序挂它是不会出现 就是 你现在 然后你现在这么多保健牌吗 也是对应了这个序挂 序为风 然后 其实他也有告诉你 你应该是已经过了 而且我觉得你今年的课题没有财务课题 对 我自己今年我对应到自己 我觉得也是没有 也是没有财务方面的课题 那 但是我觉得就是蛮辛苦的 我对于我自己要需要做判断和那个 逻辑 方面的 就是还挑战还是蛮大的 还有就是 是人不亲 就是 被被自己很信任的人背叛这种事情也有发生 然后也有 亲人的离开 我觉得 对应这一组牌的能量 但是我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过了课题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我觉得选和我一样选到这这组牌的你们 你们 你们应该也是 我们来看一下潜意识的一个 一个潜意识的一个阴影 我觉得这 这相当于是你内在小孩的一个体现吧 一个画现 他 拥一个 魔术师 你们的内心 也是很有灵性的人 而且很天真浪漫 要不然的话是 接受不到 接受不到灵性能量的 哇 保健三 看来你们真的很受伤 并且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 审判逆位 那其实你们内心是很害怕 被别人评判的 是很害怕被别人评判的 但是我觉得 你这个受伤 你这个受伤恰好 就是因为 有很多的人评判 就是 评判让你受伤害 受到伤害 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我想跟你们说的是 很多人 他不知道 他不了解你 因为你的内心 你是那个魔术师吗 你是魔法师 你是很有灵性 然后你跟很多人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你做出来的很多事情啊 你说的话呀 包括你的看法 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还有你的最终选择 可能很多人他都不会理解 会觉得 诶 这件事情正常人明明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想请问正常人 什么才叫正常人 我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在你面前 难道我不是正常人吗 但是其实你们内心又很纯凉 很纯洁 然后你们自己会去 其实你们自己 视人不轻 你们自己会去选择去认同别人对你们的评判吗 摆过来一个 你们自己会去认同别人给你们的评判吗 就 然后当那那你认同了 就别人说你什么什么不好 你认同了之后 你当然很容易受伤 而且 这个牌 就是你的心已经千疮百孔了 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到现在还会再抽到这张牌 我本来觉得我自己疗愈很好了 但是其实我的心脏到现在也还是会疼的 今天还是还是会疼 就是说 他其实早就已经被伤害了很多 就是不管是心理上的生理上的 就是心脏 就可能都有受伤 比如说你平时熬夜嘛 那你的心脏肯定会不好 哦对 然后我觉得选择第三组的小伙伴 我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你们 你们要注意一下你们的心脏 对 你们很有灵性的话 那个灵性它是通过什么来 什么来传达到你的身体里 就是通过你的心脏 心脏和眼睛 对 然后 你们其实是很害怕审判的 但是你们不敢去 应对 应对别人对你们的批判 应对这个审判 你们对这个选择的是一种 一直到现在哦 就课题是上面这些可能你已经过了 但是你的潜意识里还有这些 就是你 你可能对于这种批判你是还是一种逃避的状态 你知道现在都是这样 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别人说自己 不好 嗯 我觉得我自己是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的 嗯 对 就是当别人说我不好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难过 很很伤心 然后 伤心其实就是因为你你你你认同了他这个批判 因为可能我觉得选第三者小朋友可能小的时候被父母批判太多了吧 就可能 对当然 你很有灵性那赞扬你的人是会赞扬也会有很多 但批判你的人也同时会有很多 对我觉得希望你们能够自己去甄别 希望你们能够自己给自己一个修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水晶天使卡 哎 好好看 西瓜电启石 叫你停下来 就是 你要去修复你自己 你需要放松 需要休息 需要 虽然说我刚刚叫第一组的小伙伴 让他们好好休息和自己相处 但是这一个是这一张牌 它是直接有水晶天使告诉你 你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的需要休息需要放松 然后 就是 就是你不得不你非常需要去休息了 就是你 你真的 今年因为你可能过的课题还有点多 有点多 就是你 而且你现在已经 你的心灵已经承受到了一个极限了 就都还不是什么水满则易 月银则亏这种 这种程度了 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 如果说你还不休息的话 生命都会 就会出现生命危险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 对 就对于我们人的观点来说的话 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 身体只有一个 或者说你有很多前世 但是你只有这一世是你爸爸妈妈的 这个爸爸妈妈的女儿啊 是吧 我们还是要好好珍惜一下 好好地爱护自己 爱护自己的身体 就是 这些都是个人成长吗 那 那你说 就算我个人成长 我不做了 那 我首先要面 个人成长 其实是什么 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和我们自己的身体和解 在当下的力量里面 他也有提到 我们的身体 是通往 那个 是通往我们 无形自我的桥梁 你必须要先通过身体 才能达到那个 灵在的状态 首先要身体得到全然的放松 当然我觉得 像你们有灵性的话 可能你们之中有一部分人 和我一样 也是从小会通灵 然后 你们应该也是很 有这方面的体悟的 还有练习冥想的人也是 也会有这方面的体悟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佛陀智慧卡 师面空行母 又是一个空行母 刚刚第二组也是 我觉得空行母 大人的出现就是 他就直接是来帮你 消灾解难的 那师面空行母的话 这位菩萨就是来帮助你 怎么说呢 我说出来有点吓人 但是有可能 因为你有灵性 还有就是结合我自己的一个经历 就是你可能他 就是 世面空行母出现的时候 你身边的一切恶魔会退散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可能身边 但是 但是这位菩萨还来帮助你了 啊 谢谢你 对 然后你的运气应该会开始变好 他管天灾人祸的 就你的运气应该会变好 然后来看一下天使 10号牌 Areal Nature 自然 做自然的自己吧 和自己最真实的相处 然后我也有可能是提醒你 回归自然 回归自然疗愈自己 疗愈自己 回归最真实的自己 天然 给你们再多看一下 再多看一下 看这个印记 它会 对你的身心灵 得到一个能量的补充 然后这个是爱的叙语卡 喜欢 心引 喜欢 如果你渴望生命中出现更多的爱 那么你就要让自己成为更有慈爱性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对应到这张卡 这张牌 你 可能你已经 可能你已经缺失爱的能力很久了 因为心它代表爱嘛 你可能已经缺失爱的能力很久了 但是不是说这个有什么问题 对 没有嘛 那我们有就行了 我们去学习 去练习 然后我们让爱从我们心中 我们去找回我们心中的爱 然后把它培育的越来越多就好了 然后看一下 阳升大师神域卡 索罗蒙王 优先次序 我发现这张牌和这张牌经常一起同时出现 它就是每次同时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都适合自我修复疗愈放松 然后这些东西相关的 就是那你现在最优先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自己了 就可能你这些课题出现吧 就是因为外界发生了太多事情 导致你自顾不暇忽略自己很久很久了 就 对还有评判 就是任何时候他提醒你 你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不管别人说什么 那我们首先这样吧 我管你说什么呢 反正我认为我才是对的 那我要先让自己开心 我的生活才过得下去 才能够过得走 那如果说你需要我去帮助 你需要 你跟我说 你跟我提要求 我应该怎么怎么样 那好行 但是我得首先按我自己想的这样做了 然后再来说其他的 总之 但是因为这个挂 这个一金卡 自从有了一金卡 自从开始学周易以后 我就把一金卡当成主卡 主牌 然后这个一金卡管着 就所有的卡片 那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我觉得我今天给你们提的建议 你们应该也都能够听进去 接下来好好的爱惜自己 可以练去练一下瑜伽什么的 男孩子也可以去练呀 然后练习一下瑜伽嘛 我觉得你不说 当然大家可能都知道 瑜伽是印度教的一种修行的法门 像佛教里面 说八万四千种法门世界上 那像我们 其实像灵器啊什么 都是一种修行的法门 那你不说它和灵性相关的层面 它起码对身体是很好的 而且有一点就是它不是剧烈的运动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喜欢的 好 然后这个挂呢有一点啊 就是说因为它是续挂 是风 纯 纯风 就动来动去的 那你这保健牌也很多 就是说 如果说就是遇到有的事情 你需要去 你是需要去三思而后行的 就是不要太鲁莽 不要太莽撞 然后还有就是对于那个 感情 对于感情的话 对 就是要慎重的相处 就也不要太鲁莽 不要去个年底了 然后什么要带男朋友回去 带男朋友女朋友回去见父母 然后就非常快速的找一个对象 也不要这样啊 然后所有的事情还是要慎重 因为你们本身是比较单纯的 但是这个牌跟鱼人还是不一样 就还是 是有脑子的 不是说鱼人没有脑子 不要告诉第一组的小后吧 没有 其实我经常 我自己的牌经常抽到鱼人 就是可能我是一个没有脑子的人 如果这样说的话 对就是心性比较单纯 做事情三四而后行 然后哦对 还有贵人运哦 这次过年回去的时候 父母如果要带你们回去什么饭局啊 之类的就一定一定去 就有有你们应该会遇到很多 一些嘛至少一些对以后的工作生活 有帮助的贵人 好 祝福第三组的小伙伴 然后这一次我们的解牌就结束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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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